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吸引不少市民出外买东西 迎接圣诞的来临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对于店铺的舍费来说都是一样 店铺里面逼满顾客 增加不发之途落手的机会 所以零售商户都加强保安系统 提防小偷光顾 圣诞一向都是旧物旺贵 亦都是店铺盗舍的高峰期 事实上不少零售店铺都加强了保安 根据一间英国研究机构公布的 《全球店铺盗舍报告》显示 去年本港零售商在防范店铺损失方面 花费是整体营业额的1.51% 而去年因为零售店铺罪行造成的损失达到37亿 不包括是顾客盗舍 员工盗舍 和供应商诈骗 其中顾客盗舍占整体损失超过六成 这间手机连锁店 在本港拥有23间分店 营运总监郑家俊获 新型号的手机往往都是贾人偷窃的目标 一般手机在五千元楼上 一些最新最顶级最受欢迎的手机 就是最受产人的欢迎 而这些产品一般二手的回收价 可以去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七十中间 所以因为它们比较容易脱手 或者有人接手 所以这些产品是最受产人的注视和关注的 而另外一些产品好像耳机和耳机那样 因为它们很受年轻人欢迎 而在网上买卖和交易价也很高 一般去到零售价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左右 而这些产品这些耳机 所以都很受产人的欢迎 失舍率也比较高 自2009年开始 公司分店保安设备的投资 每年都有增加 每间分店的有关花费 由15万至26万不等 似乎店铺有多大 房导基本上是分开三部份的 第一部份就是这些产品的保安器材 而这间店为例 这方面的投资大概是十万元左右 而另一方面我们每间店铺都有足够的CCTV 闭路电视、镜头和监控系统 这方面的投资大概也是另外十万元左右 而那些旺铺我们也会再聘请一些保安员 在门口住手帮忙去看住这些产品 所以我们一般店铺有三方面的房导 而这间店铺为例 因为在商场店铺 我们在这个产品警报的 product alarm和闭路电视的投资 大概超过二十万元左右 店内所有公客人士用的手机 都装有产品警报器 警报器透过电线 连接着手机和充电器 一旦有人剪断电线 或者松开充电器 警报器都会发出响声 有一类就是他们会用剪刀 剪鉗这类的工具 剪断电线 然后很快地离开 情况就像这样 而我们的店员 听到这么大的声音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看看 如果发现是警钟不明的时候 就会用这些特制的锁匙 就会对准product alarm 这个特定的位置 解除警报 不过刹人往往都有方法 破解防盗设施 成功偷舌 每间店都具备了不同的保安系统 但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尺 其实刹人都往往有不同的方法 去偷我们的产品 好像这些产品警报为例 有些部分的刹人 他们就会用一些比较粗暴方式 比如说他们会用剪刀、剪鉗 一剪了线就跑去 而有第二类的刹人 他们就有一些特别的技巧 他们有一些技巧 可以成功地偷了手机 而没有触动到 或者整含到这些防盗系统 店内的闭路电视 能够拍下小偷的样子 遇上这样的情况 就有双重保险 其实在去年 在我们的清衣店铺 分别在11月和12月 有一个刹人 他很成功地把这个产品偷去 没有触动到 这个产品的警报系统 但他在第三次 在荃湾另一间店铺犯案的时候 其实他一踏入我们的店铺 门口的时候 因为闭路电视已经拍了融化 我们已经拍到他 在他下手准备偷产品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同时发现 即使花费这么多在保安设备 公司在过去22个月 仍然有12部手机和12件手机配件失洩 总值近10万元 负责人获 有关损失属于可接受范围 未来会继续投资在更加先进的保安设备 原来就算店铺在防盗装备上 投放更加多资源 那些贼仍然有办法成功偷东西 所谓你有张良计 我有过长梯 所以保安公司会不断研发新的防盗系统来应对 不过责人往往都能够见招拆招 似乎这场斗智斗力的游戏 永远都没完没了 昂贵的首饰 红酒 衣服等等 同样受责人欢迎 高级服饰店会在衣服里 加上这些产品防盗标签 不过防盗设备供应商说 责人仍然有办法拆解 安全性能够是藏在衣服里 或在衣服里 例如我一个购买家 我试图买这个 然后走开 它就会转发热 或者他们会有这些东西 这意味着 每次走到某购物店 缴绕器可以把那些产品的光级 在那些产品的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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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产品不会被热热 黄光凯说 防盗技术日新月宜 新保安装置将会引入本港 应付这种干扰器 何卓峰的保安系统公司 专门为高级零售商 安装防盗和监察系统 他说有客户愿意为每间分店 付出高达100万设置防盗系统 他说大部分客户在选择闭路电视的时候 会挑选这款鱼眼镜头 因为视角比较广 能够全面记录店里的情况 而且解像度也比传统镜头高至少5倍 现在这些镜头很多时都可以做到 一支可以做到360度拍摄所有画面的功能 譬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左上角的画面 就有一个可疑人物坐在这里 但这个360度镜 另外三个位置就拍不到可疑人物 但我们可以随时在电脑那里 调校那支镜子拍摄360度的角度 你看看我们简单地移动的角度 现在四个画面都有灰色西装的可疑人物 都已经可以进入我们镜头里面 而且我们还可以因应不同的情况 试试旋转的画面 有些小偷会用石纸包围着产品防导标签 去避开警报系统 不过最新的技术能够破解这种伎俩 原理很简单 传统的标签 它就有传统的感觉去做一个检测 但也会有另外一套的感觉去检测一下 那个范围有没有一些特别大的石纸 其实同一时间又检测石纸 又检测那个标签 如果有石纸包了标签的你都会响 每年消费高峰期的前一个至一个半月 都是店铺保安公司生意的旺季 何卓峰说过去两个月 有救物区出现占领行动 令到一些零售商增加保安装置 带动了他们的生意 其实传统我们这一行零售店铺的需求 对我们这个保安行动服务的需求 每年都是农历新年前的一个月 和圣诞之前都会比较旺季 但今年就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 这个旺季是退前了 退前了一个半月左右 生意额是有超过50%的增长 归功于就是说 对上一两个月的不同的事件 令到整体香港人或者零售店铺 对那个保安意识是提高了 很多时零售店铺他们的管理层都要做一些措施出来 去有一个交代 第一可能是聘请多些保安员 第二就是安装我们这些不同类型的保安系统 很多时现在的客人的要求 就是在现有的店铺加装一两支镜头 就拍着门口 拍着门口 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 去做保障 所谓羊毛出自羊身上 相信零售商会将盗舍的损失 以及所增加的成本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截日之前晚夜的旺季不单是零售商 市民外出晚夜也要小心财物 今集的时事当面看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